财富自由是我们很多人在追求的目标 FIRE,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也成为年轻人热血奋斗的方向 但说实话,打造一份被动收入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 以及长期不懈的坚持投入 富人也是通过多年的积累才创造了多项收入模式 那么拿几项收入模式是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复制的呢? 很多人会崇拜网络上一夜暴富的故事 那个谁踏上了风口,买了什么币,赚了几百万 那个谁跟上了对了老师学习,一口气买了几套房 那个28岁的小伙,创办的公司被收购了百万现金入带 这些案例都存在幸存者偏差 也不一定是我们能够复制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对自己未来有所期许 但是又希望脚踏实地 我们应该怎么样学习富人创造多个收入模式呢? 我将会在今天这支视频毫无保留的分享 我们普通人可以怎么样复制富人的七种收入模式 富人有什么收入模式是我们没有的 如果我们想要跨越到富人阶级 应该怎么样建立不同的收入模式 这支视频也可以解释我们自己 有没有成为富人的潜质 大家好,这里是思维致富 我会在这个频道和大家分享更多关于财商教育和个人成长视频 如果你对这方面内容有兴趣 记得可以订阅我们频道 相信生活在大都市我们都会有一份正职工作 这份收入是我们的主要收入 而一般人也只有这种收入 而市场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在用时间换钱 举个例子,我是一位蛋糕师傅 一个月收入3000块钱 一个月工作22天,每天工资就是140块钱 无论一天能够烘培出多少蛋糕 都是一样的工资 如果你的收入是固定的 我建议你可以把收入模式转换成用生产结果来换钱 以蛋糕师傅为例子,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蛋糕包装好 学会拍好看的照片 学会写吸引人的文章 在脸书和IG开一个专页 放上自己的蛋糕成品 根据不同的蛋糕类型定一个价钱 然后根据结果来收钱 这是最典型转换收入模式的方式 大多数人没有办法跳出工资收入的框框 是因为工作提供了一个相对舒适区 让我们甘雨现状 在随着年龄的增长 又有了车贷房贷家庭 从而不敢改变收入模式 而从长期角度来看 应该学会转换自己的收入模式 从时间换钱转变成用结果换钱 第二种富人拥有的收入是盈利收入 市面意思就是通过销售产品赚取的收入 无论是零售还是批发 无论是摆地摊还是网上开店 在Shopee、淘宝、亚马逊销售等等 都是这个意思 这就需要一定的投资 或者也可以透过小额资金来开始做生意 但这会占用很多时间 至少在初期阶段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 迟到不如正回为止 大多数人在赚取劳动收入的同时 会在某一个时间点想要赚取这种收入 但却会发现难以下手 首先是因为万事起头难 其次是缺乏冒险的勇气 大多数情况底下 有一个种生活的限制和需求 这种底气不足也是合情合理 我的建议是从你的专业领域下手 我用回蛋糕师傅的例子 如果想要在劳动收入之外 建立多一份盈利收入 我可以从我的行业、蛋糕开始下手 这时候我可以在Shopee或者脸书开网店 销售烘培相关的用具和食材 因为我已经在这个领域拥有多年的经验 所以我知道哪里有更便宜的货源 哪个产品更好用 在设置好网店之后 在原本销售蛋糕的专业引流去我的网店 增加曝光率 这是一个典型从点到线的扩展收入方式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劳动收入和盈利收入是赚取大笔收入的 唯一可信方式 但他们往往会忘记 还有其他五种同样可行和重要的创付来源 百万富翁都拥有的第三种收入是利息收入 这是只将所得到的钱借给其他人从而获得利息 比如说存入银行 购买债券的形式借钱给政府 P2P贷款等等 这都是我们普通人认责利息收入 但是富人圈实际上也有自己的小圈子 做生意嘛 难免会遇上现金流或者出状况的时候 这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向身边的富人朋友借钱周转 而周转的这笔钱一般都会付利息 与其给银行赚还不如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流通 那作为普通人啊 我们比较少有这种机会 就算身边朋友给你借钱啊 你也不好意思收取利息 而且数额一般都不大 所以如果我们要创造这个收入 一般都是把钱存在定息或者一些理财产品 这是一种风险最小的被动收入 与其把钱放在银行 不如把经济储备金放在定期赚取小的利息 对于普通人而言 目的不是要赚很多的利息钱 而是为了有一笔钱可以随时动用 第四种富人都在建立的收入是股息收入 想要创造股息收入 我们可以在每个月领取收入同时 把固定的份额持续买进一些大企业的股票 而这些公司在年底宣布派发股息的同时 我们就可以获得公司成长所带来的分红 所以选择成长性公司的股票是关键 我自己也是一个价值投资的信徒 每个月的收入都会安排一笔固定的数额 买入一些优质的股票 收到的股息也会持续投入回市场 买进更多的股票 长期坚持这个习惯下来 也会得到一笔不错的股息收入 但是这里要注意的是 股息一般不建议购买美国市场 因为美国股票的股息税收比较高 可以买回自己国家市场的篮球股 第五项收入是租金收入 这种收入其实也很好 但与前面四种收入相比 存在自己的弊端 最大的缺点就是拥有这种资产 所需的资金比较大 由于买进房地产需要巨大的资金 所以我们需要借助银行的贷款 来杠杆别人的钱来买房子 这时候我们在银行的信贷评估就很重要了 这是很多人会忽略的关键 我们可以透过信用卡 定期存款 甚至一些小的贷款来建立自己的profile 让银行系统判断我们是个值得信赖的贷款人 这样比较容易 贷到款利息也会比较低 但是一定的资金门槛 依然是很多人没有买进第一间不动产的原因 那随着市场的转型 我们可以透过二房东的方式来赚取租金收入 比如说我们可以租下一个房子 然后再透过简单固执的设计 把房子放到ABNB等网页上 透过二房东的方式来创造租金收入 第六种富豪最爱的收入 就是资本收入 我举一个例子 资本收入就是低价买进一股股票 然后在高价时候卖出所赚取的资本收益 或者说买进房产多年之后随着通货膨胀的效应 在房子涨价之后卖出所得到的收入 也算是资本收入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地方的房子因为卖不出 房子价格会下降 受影响的产业股票也会降价 如果我们手里积累了一些资金 也可以在低价时期买入一些股票或者资产 等待经济复苏的同时再卖掉套利 这里可以给大家一个提醒是关于税务的 很多国家对于股票增值是没有收取税收的 但是房地产的增值税是收取很高的盈利税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布局资金时候需要考量的部分 第七种收入是版权收入 比如说你写了一本书 这个是可以持续带来收入的 现在一些知名的企业家都会出自己的自赚 这也是版权收入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创造自己的版权收入呢 或者以刚才蛋糕师傅的例子 他把自己制作蛋糕的过程录制起来变成蛋糕教学 然后经过剪辑上传到YouTube和Facebook 经过时间的积累演算法的推广 以后只要有人点进来影片学习做蛋糕 就可以获得广告收入 就算在睡觉旅游都有广告收入 这也是我们普通人可以建立版权收入的一个方式 而当你累积了一些粉丝 就可以在影片下方放上订购蛋糕的链接 这可以直接带动你的劳动收入 如果你的观众想要学习蛋糕 可以点击进你的网店购买你所推荐的贩卖的工具食材 提升你的盈利收入 形成一个正向的飞轮效应 以上这七种收入来源 就是百万富翁都在建立的管道 大多数百万富翁不一定拥有上述所有的七种收入来源 但至少都会拥有两种以上的来源 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一个想要透过后天努力改变命运的人 祝福你也可以透过今天的节目内容来审视自己 调整自己的收入模式 生活和未来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需要主动出击去学习创造更多的收入来源 以上就是思维致富今天的节目内容 希望今天视频能够让你对钱多一项启发 欢迎你可以订阅思维致富频道和按小铃铛 你的按赞和订阅就是让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和支持 祝你在新的一年里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